清点作业必须在录影镜头之下完成 有图有真相 大家都是实习观众的想法 那这一箱里面 总共会有8把 每一把25 爱山路支局人员开箱仔细清点一捆捆的五倍券 为了让民众能顺利领到五倍券 基隆邮局方面已经将67,600份五倍券 分送到辖区45家支局 不过在10月底前 要到邮局领取资本五倍券的民众 必须先在中华邮政官网登陆预约 邮局方面强调 主要是为了防疫安全的考量 11月以后才开放给没有预约的民众 前来领取资本五倍券 五倍券的发放 我们在10月12号邮局开始发放 但是在10月份的时候 我们是只有发放给预约的人 最主要是因为防疫安全的考量 是只有预约的民众才能来邮局领 从11月1号开始 我们才会开放给一般 没有预约的民众前来领取 预约就是到我们中华邮政的网站 它有菜单式的指引是非常清楚 你只要点进去 它会叫你输入一些个人的资料 需要多少分数 然后到哪一个邮局 只要输入按完成以后就可以了 那在可以领资本的前 他会有一个 我们会发一个简讯给他 给客人 他就用那个简讯就告诉 我们说他已经预约完成了 另外这一次五倍券发放 邮局方面放宽 一个人可以代替其他市人领取 不过要准备有照片的健保卡 等相关证件 这一次的发放 每一次的预约 就是预约的人数 一个人可以带五个人来提 就是连他自己是五个人 他可以一起来提 这样可以方便民众 有照片的那个健保卡 其实就可以了 可是他如果帮人家带领的时候 就是所有被他带领的人 也需要带这种健保卡 就是他一个人 要带好几个人的健保卡 然后他自己的健保卡 如果是有照片的 这样就可以 但是自己的健保卡 如果没有照片的话 他就一定要有携带 自己有照片的证件 来作为辅助的认辩 那个辨别的事 邮局方面表示 中华邮政官网预约流程简单易懂 民众只要跟着指引完成预约 就可以获得简讯通知认证 呼吁民众紧速上网登录 就可以在10月底前 到邮局领取值本五倍券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道 杨总 Things 证据